王女士买的是一件紫色连衣裙 品牌音译过来可以叫做甘衣 花了2295块钱 她说5月28号收到货后 觉得不合适就准备退货 不喜欢吗 就是七天无理由退款 通过菜鸟果果 官方上门自动取件 他自动给我分配的那个单鸟快递 然后衣服外面只有纸袋子 然后我说让那个快递员 给我外面再包一个快递袋 王女士说 收到的包裹 外面是快递专用的塑料袋 里面的衣服用纸袋子包着 寄回去的时候 他让快递员用同样的方式 在纸袋子外 再包一层快递专用的塑料袋 然后寄到那个卖家那边 纸袋破损了 衣服就是有污渍了 然后卖家说影响二次销售 拒绝给我退款 卖家发来了图片 说是收到包裹的时候 外面没有套塑料袋 衣服只有纸袋子包着 而纸袋子已经破损了 王女士一看 这就是当时他装衣服的纸袋子 快递单就贴在纸袋子上面 然后找了那个快递 快递说你没有保价 只能赔给我300 但是那个衣服要2000多块钱 卖家表示 他们会找快递公司索赔 索赔成功后 会把钱退给王女士 但快递公司只能赔偿 他们300块钱 记者联系上了单鸟快递的客服 冲到的时候 它是完好的吗 还是说有破损的 具体的这个小二也是 只能查看到 在领件的时候反馈是没问题 之后进线向我们的客服反馈了 说商品的包装脏了 然后呢 我这边拒收了 领件的是当时人 那么快递寄出的时候 有没有按照王女士的要求 套上塑料的快递袋呢 工作人员表示 收件的是菜鸟果果方面的工作人员 一番联系沟通后 菜鸟果果方面反馈 具体情况还需要调查了解 他们帮王女士和单鸟快递方面 进行了协商 目前用户的数据的话 就是想要求 继续正常推货这件商品 那这个情况 我们先进行那个协商协调一下吧 1818黄青眼技术报道 赀川普赚 关于新的软子 作语